统计图最常用的其实是这个Histogram Histogram就是那个出现次数的长条图 另外一种比较奇特的统计图叫金叶图 Steam and Leaf Diagram 这个金叶图我一直觉得它设计真的很奇怪 看不出来到底在哪里用 它是一堆字 一堆字所拼成的 Box Plot 这个倒是比较常用的核形图 Box Plot 把内尼巴平均值 外尼巴都画出来 那尖形图 ECDF 这个累加的图形 我们稍微看一下 核形图所谓的内尼巴外尼巴 就是它会包含四分位数的Q1和Q3 还有内尼巴外尼巴 这些 然后连接纸 然后把它画出一个图 我们看个例子 这边我用RNone 就是常态分布 标准常态分布 取100个样本 取100个样本之后 我用Steam S 这个叫金页图 结果你会看到 它的金页图出来 长什么样的 0的地方 代表说 0的地方 0.0的有三个 0.1的有三个 0.2的有三个 0.3的有 1 2 3 4 5 6 6 5 0.4的有几个 0.4的有几个 搞不清楚 0.5的有三个 0.6有三个 0.7有两个 0.8有四个 0.9有一个 这叫金页图 它先把它区分成 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画在这里 后面的第二位数字 就把它叠在这里 根据这个叠的高度 你大概就可以看出 哪边出现的最多 而且呢 叠的内容 它还会做排序 所以到底 最多的次数 像你这个例子也是0.4 其实是最多的 好 那 这个就称为金页图 金页图 那这个用电脑画很容易 用手画的画就累了 好 那 刚刚那个东西也可以画Instagram Instagram 就是统计 频率统计图 频率统计图画出来 会 我们刚刚 频率统计图画出来会像这样 OK OK 好 那 那 如果 FREQ射程Force 的话 它会 直接印比例 那如果没有射程Force 它会印次数 所以如果你想看比例的时候 你要把FREQ射程Force 它就会印出Density 比例 那 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个 Bl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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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点都画出来 像这样 每一个 点 第一点在哪里 第二点在哪里 那它分布 就全部这样画 那总共因为有100个点 100个点 所以它就画出这样一张图 那如果把这些呢 到目前为止出现几次 画出来 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出现百分比 画出来 现在已经占百分之零点几 然后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到这边就百分之六十 所以大概在 零点几的地方 会到达百分之六十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Rod Fs Fs 就是ECDF 的结果 那这种叫做 接行图 接行图 那最后这个 Busplot Busplot 就是 合状图 合状图画出来 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你大概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是常态分布 取100个样本 所以常态分布 标准常态分布 取100个样本 标准常态分布 围绕在0 然后标准X尾E 所以大致上应该会集中在这一区里面 所以它画出来 OK 是这一区没错 但是呢 这里稍微有点不对称 因为它最后取样出来 还是没有 没有非常的对称 因为这是机率问题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外尾巴 那这个叫内尾巴 OK 所以它画出来的结果 会像这样 好 那这是图形 从图形上面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趋势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我们试试这个操作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用简貼的方式操作一下 好 这印出来 100个样本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金业图给它画出来 好 你们看到金业图的画出结果 然后呢 这是哪一些 看来是蜜色图的 是蜜色图的 这个画出结果 是蜜色图的 好 所以这间的画出结果 就是我们被的的画出结果 这是尾巴巴 用格的 特别的画出结果 也学会的 老式画出结果 间 好 Histogram S 等计讀 这会画出次数 如果你画Histogram S FYQ等于Force FYQ等于Force 它会画出不见的卡在哪去 在后面看一下 诶,可以画出来 Histogram S 诶,都不见了 是因为我四床被关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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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在这里,被跌到后面去 这是关键 对,这样子说太小 会跌到后面去 大概这样 所以如果FYQ等于F 你会看到它这边变成0到1之间的值 好,OK 然后接下来用 flat 你会看到像这种 第0点在哪里 第1点在哪里 第100点在哪里 会运出这样的图 然后呢 接下来再看 bust plot 那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图 那这个大致上可以告诉你中心点在哪里 那往上还是往下比较长 那范围从哪里到哪里 那这个叫合状图 那所以各位请操作一下 用R软体来画这些统计倾向的描述图 这也是叙述统计里面 算是很常用的 可以来代表某个东西大致的样子 那这个请各位操作看看 那这个请各位操作看看 谢谢大家